3D 年屏 3D 年屏 嗨 大家好 我們是3D 年屏 我是蘇老師 這一次我們要來教大家 建立3D模型 在123D Design 裡面要建立3D模型的話 基本我們分成 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最簡單最基本的 就是在它的這個結合型的工具裡面 我們使用它的這個 結合型 直接建立堆疊 做我們要的一個3D模型的造型 那第二種比較進階的 就是使用它的這個Sketch 工具裡面的這些 邊線的草圖來繪製 我們要的一些特殊 或是比較複雜的一些形狀 那這個的話是可以 跟前面的這些結合型 做搭配使用的 那也可以結合後面一些 比較複雜的工具來使用 這個我們在後面 在講到這個Sketch建模的時候 我們會再做提到 那今天我們主要就是在講 這個基本型工具 那第三種的話是什麼 第三種的話就是它 123D Design裡面自帶的這個 原件庫 在哪裡呢我們可以在這邊可以看 好那我們點開它的這個原件庫 它會藏在這裡啦 平常是收起來的 那你要把它點開 那要記得齁你一定要在 連上網的這個狀況下 它才可以有 這麼多的這些功能 如果你沒有連上網的話 它可能也是一些基本的一些 形狀 並不是那麼的好用 好那它這邊其實它內建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結構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造型 或是已經設計好的一些 形狀跟造型 可以都可以拿出來使用 OK那這邊是一個 腳踏車的一個 基本的形態 OK 它這邊有一些是上鎖的 因為早期在使用的時候 這些上鎖的 是不能用的 不過現在好像都可以用 所以可以自己把它拖拉進來 好那你要上網 所以它這個時候 是在Download模型下來 好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點一下有沒有 它就 可以在我的 畫面上出現 很快速的幫你做好一個 簡單的一個腳踏車的一個 架構出來 所以這是第三種方式 這算是 模組化的建模 這模組它已經都已經提供 給你喔 做了一些參考 這是非常快速的一個建模方式 當然也因為模組化的關係 所以它能夠編輯的這個內容 也就編得比較少 不會像這邊 就自己建立的 能夠編輯的內容 比較廣一點 好那但是呢 這個可以快速的 幫你做一些 造型上的設計 造型上的設計 還蠻快速容易上手的 好那這個當然 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我們把它先刪掉 只是簡單的 對它做一個介紹而已 好把它收起來 那主要我們就是要在講什麼 今天就是第一個 講這個最基本的 就是這個 基本型的一個建立 基本型的建立 好那要怎麼樣去建立一個基本型呢 怎麼樣去設定 怎麼去調整呢 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的滑鼠 一開始的話我們在畫面中間 我們滑鼠的 靠近這個基本型的這個 icon之後呢 它會跑出第二排 第二排之後呢 它就有這些集合型可以做選擇 首先我們先選擇這個方塊 點一下左鍵 點一下 好點一下之後我們滑動我們的滑鼠 你看它有一個這個方塊 這個是預覽方塊 它並還沒有真正的在你的這個場景上 這個藍色網格這個地板的場景上 做建立的動作 這個時候是處於一個 呃 參數編輯 就是它這個 基本型的參數編輯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下面 下面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長寬高 這都是可以編輯的 這都是可以編輯的 那現在是20x20x20 它是一個2公分的方塊 所以它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MM MM OK 它的單位是MM的話 那如果今天要4公分的方塊呢 這要輸入什麼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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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這個是材質 材質的這個選擇 一般我們很少去用到啦 都是用這個預設值的前藍色為主 除非你是想要去變換它的這個 顏色或者是它顯示出來的一個效果 我們才會去做調整 才會去做調整 在這邊做調整 好 那把它關閉 OK 好 當我這40x40的這個大小呢 都建立好之後呢 我才回到我的這個畫面來 我才選擇我這個方塊 它要確定的地方建立在哪裡 好 我想要建立在這裡 放在這裡 OK 這時候我們要點一下左鍵 OK 下面的這個參數的這個輸入呢 它會消失 好 這個時候它才是真正去建立在你的這個場景上面 場景上面 OK 好 那不同的基本造型呢 它會有不同的參數可以做輸入 好 例如像是 第二個要講的是球體 點一下 好 一樣它有一個預覽的一個造型 跟著你的畫素 但是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參數的這個輸入呢 它這就沒有像場寬高了 它就只有一個什麼 半徑 半徑的話它是 1公分 10就是1公分 那如果我要一樣也要一個4公分的一個球體的話呢 不知道輸入什麼 20 20 那它就是一個什麼 4公分的一個球體 4公分範圍的一個球體 OK 好 那除了在我們的場景上 除了在我們的場景上 除了在我們的場景上 可以直接去建立這一個 物件之外呢 它還能在哪邊建立呢 它還能在場景上已經建立過的3D 物件它的平面上 建立3D模型的動作 就會達到一個堆疊的一個建模的一個方式跟效果 什麼叫做 在原本的物件上做建立呢 來我們這時候我們使用第三個 原柱體 原柱體 好 這時候我一樣把它 拖拉到這個這邊來 那我們先設定它的大小 這邊設定的話大概是 一樣給它 20好了 半徑20 這邊的話給它說多少 40好了 好 那我有一個這個 半徑20的原柱體 然後40高的原柱體 OK 那這時候我把 我不要放在這個場景上了 我可以怎樣了 我把這個滑鼠移到哪裡 移到這個方塊上 你會發現 它會吸附在這個方塊上 好 所以除了建立在地板上 你還可以建立在這個方塊上 那我把它建立在這裡好了 OK 好 那確定之後就點一下 那它的這個預設器 它是有一種磁鐵工具 它都會吸附這個面的 中心點為主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 就放到它的這個畫面的正中間 好 那接著呢 除了原柱體之外 它這邊還有錐體 也是的 按鍵我一樣要設定 20 高度 這點試試 看 OK 就可以很快的做一個堆疊的造型 設計 好 那這邊還有其他 像是這個 圓圈 你一樣可以建立 除了上面之外 側面你也可以 它都可以這樣子 堆疊的做建立 做建立 但我比較建議是在平面上 平面上它都會抓到中間 這個你之後再做一些對位 或者再做一些移動的時候 比較好做 像是這邊是一個球體 球體 球體也是可以在它上面做建立的 不過它是弧形 不過它是弧形 所以建立起來的話它會有一個縫 它不會完全的去 貼其在這個平面上 因為它是弧度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從側面去看 你看 它會用中心點的方向去對 對到你滑鼠指定的地方 所以它並不會像平面一樣 它會抓到正中間 所以比較一些自由的造型 或是比較一些 不需要特殊角度 或是固定角度的造型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堆疊 那這就是它的一個基本型的一個建立 你可以建立在平面 你可以建立在 現有的 現有的物件上的平面 或者是現有的物件上的這個弧面上 都可以 不管是球體或是弧面 像是這個圓柱體它也可以建立 這個圓柱體 不過我們要記得 它不會是 完全就是 造了我們的弧度 它會去 以它的中心點貼起 你滑鼠 按到的那個點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OK 好 那這是在 123G Design裡面 用幾何物線 去建立模型的一個 方式 跟一個操作 那後續我們還會有更多的這個 教學的內容 那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繼續觀賞 掰掰